传统意义上,婚姻它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纽带,其目的是能有一个人陪伴着自己,走过生老病死的阶段。 婚姻被定义为是美好的,是令人向往的。 但一项研究的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,现在许多年轻人现在认为婚姻应该更像一个滚动的移动电话交易,就是可以随意更换伴侣。 据英媒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在18岁至24岁的英国人群中,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婚姻应该是一本离学合同,有一个是月之期,让大家有机会从一个伴侣升级到另一个伴侣。 在这个年龄段还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也支持一夫多妻治,30%的人支持人们可以在有不同的伴侣,体验不一样的新鲜感。 他们觉得一夫一妻治是对人性的束缚。 英国婚姻联盟的科林哈特表示,这次调查统计结果非常令人担忧。 他补充道,尽管政府大肆宣扬婚姻的重要性,但他们还是没能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。 另外,这项对2002年18岁至24岁的英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还发现,近一半的人认为离婚是不需要理由的。 70%的人表示,离婚前应该有一段法定的冷静期,让夫妻有机会改变主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